桃園跨年晚會將在桃園高鐵站前廣場舉辦 今年活動是以桃樂園為主題 象徵桃園全方位建設 打造活力城市 而最受瞩目的卡斯也在八號正式公佈 不僅有超強陣容輪番上陣 現場還舉辦抽獎活動 就是要給民眾一個難忘的跨年晚會 三 二 請啟動 主持人一聲口令桃園市長鄭文燦 領軍藝人們為二零二零桃園跨年晚會 桃樂園揭開序幕 今年活動請來 金鐘最佳主持人Sandy和阿堅搭檔主持 兩人臺上一搭一唱默契十足 炒熱現場氣氛 因為卡斯非常的多 從晚間六點開始到十二點 那我也有信心 因為在這個高鐵廣場旁邊的棒球場 這五月天也在跨年 這兩場尬場一定很精彩 大家期待的演唱會卡斯也跟著曝光 除了動力火車帶來進歌熱舞之外 還有金曲歌王翁立友最強女生黃美珍等人 帶來一首首經典歌曲 晚會高潮則是請來靈魂歌姬阿令用療癒人心的歌曲陪大家一起倒數迎接嶄新一年 而壓軸八三一樂團用熱血歌曲為二零二一揭開序曲 不只讓民眾大包而服 今年活動也結合市民卡 推出刷市民卡 抽大獎活動 豐富好禮 等著民眾帶回家 而防疫期間市府也提醒 務必佩戴口罩 多達成大眾運輸工具 主辦單位請來實力歌手輪番上陣 邀請民眾一同到現場告別二零二零 迎接二零二一 記者綜合報導